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現在人所在這邊就是位於九州長崎縣的佐世寶寺 今天來到這邊要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地方是位於九州的靠西邊的一個地方 主要是一個靠海的一個城市 這邊有什麼樣特色的東西呢 其實這邊的江戶時期 他們這個地方主要是以農業加強漁業 因為靠海的關係 然後主要在這邊發展 然後之後到了明治時期 日本的幕府那艘海軍也是駐紮在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這個階段 除了日本智慧隊的海上智慧隊之外 還有像是美國的海軍也都駐紮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說是這種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 而且聽說這邊的美食美景也都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今天就跟著我一起來佐世寶這邊走走吧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了海邊 第一個景點就先帶大家先去吃個飯 路子有點餓 然後我們這邊要去的地方是 這邊位海邊的有一個柿小屋 就是那種專門在烤牡蠣 可以讓你自己烤的一間店 然後我們先帶大家去看看吧 OK 就是這一間店 而且這邊的海也太清了吧 可以看到底 OK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Menu啦 然後這個2公斤的牡蠣的套餐也要2900喔 然後另外還有很多可以單點的東西喔 好 我們等一下烤柯的地方就在柯棚的旁邊而已 我們的牡蠣跟海螺來了 哇 超大顆 鮮甜 海鮮小辣湯 滴水 滴水 超大的 這應該是扇貝吧 好吃 海螺澈有的苦味 好吃 哇 沒想到可以在這個柯棚的旁邊 然後直接烤那個蚵仔來吃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而且它其他那種扇貝那個真的都非常好吃 不過就我目前來吃的感覺 它這邊的蚵仔蚵呢 大小並不會說非常的大 可是鮮度是完全不會有問題的喔 好吃 吃飽了 這應該是我盡情地吃最多牡蠣的時候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吃完牡蠣之後呢 我們想說去它這邊一些有名的 比如說商店街 對 我們去看看那些 他們這邊的商店街是什麼樣子 因為俗話說得好 你要了解那個地方 你去逛他們商店街就能夠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囉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叫護尾市場 現在人在這邊 它這邊很特別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黃黃的地方呢 都是以前的那種防空洞 然後現在他們就有把它改建成一些 各種不同的店 還滿有意思的 然後如果大家怕看不懂的話呢 可以掃這邊的QR Code 這邊有中文可以選擇唷 而且這個護尾市場呢 而且還就是有登陸是日本遺產之一唷 這邊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商店街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邊呢 是可以遮雨的 這邊是佐世保這邊很有名的 Targeto的商店街 然後它全長有一公里左右 而且是什麼店都有 像是比如說眼鏡的地方啊 或者是像那種藥妝店啊等等的 這邊非常的豐富 而且它這個商店很寬耶 所以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我後面那種整個寬度超級寬 所以你在這邊散步的話呢 去逛街啊什麼的話呢 基本上超舒服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邊 有些什麼樣有趣的店家吧 然後像剛剛影片一開始有說到 這邊是有那個美金複雜的地方嘛 所以佐世保這邊的麥當勞 非常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你這間呢 可以用美金來付款 對 我覺得它是非常特別 而且你看外面這邊 還有直接就有寫那個 英文在上面 如果大家日幣不夠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試著 用美金來這邊付付看喔 我們現在來到它這邊旁邊的這個港邊 這邊走起來也超級舒服 而且這邊佔地超級寬 今天目前的行程呢 除了那個吃牡蠣的地方之外呢 全部都在這個佐世保車站的附近 就是走路徒步都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真的還滿適合 這樣一天這樣下來 然後慢慢走慢慢看的感覺 然後晚上呢我們等一下又要去吃海鮮 因為這邊呢靠海邊的關係 所以這邊的海鮮也是非常有名的 我會在這邊留待個三天兩夜左右 所以說接下來這兩天再帶大家好好去看看 這附近有什麼新奇好玩又好吃的東西吧 然後這間店呢最有名就是他們魷魚的那個生魚片 應該說刺繩 對 然後他們現在呢馬上就要抓給我 然後做成那個刺繩給我們吃喔 大家看一下它的刀工很厲害耶 它這個為了方便那個我們吃呢 其實它這裡面就有切了非常多 那種很細的刀的感覺 很難想像是剛剛才抓上來就這樣 馬上要吃 實際說真的有點心情複雜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簡單沾點醬油來吃吃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它那一開的味道很鮮甜 然後醬油只要沾一點點就好 你就最後一吃出它那個鮮甜的味道 有沒有 它就動 大家剛才有看到它攪動了一下嗎 這個魚很嫩 但是我忘記它中文叫什麼 它叫做アラカブ 然後用它來做成味噌湯喔 哇 超清爽 吃起來感覺那種味都暖起來 哇 這間店超好吃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佐世堡這邊呢 一定要來 它這間叫水月 它裡面的料理真的都超新鮮超好吃的 今天第一天的行程差不多結束了 今天好像也跑了滿多地方 然後明天呢 我們也會繼續帶大家來逛逛這個 佐世堡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回飯店囉 早安 大家早安 大家剛剛應該有看到我們沿途有拍到一些 像是比如說造船還有一些重工業的地方 其實呢 這邊也是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造船廠 然後它是佐世堡重工業造船廠之類的吧 它是沿用以前軍方的那個造船的地方 然後就繼續延續下來 然後繼續造船這樣 所以佐世堡這邊的造船的重工業呢 也是非常的有歷史喔 然後我們現在開車來到這個地方呢 聽說這邊有非常漂亮的海景 今天一早就先來帶大家看看吧 前面這邊超級漂亮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這些群島呢 就是99島 然後明天呢 我們也會去大家這邊的其中一個地方去逛逛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遠遠的那個平平的那個 那個是現在已經被登入為世界遺產的黑島 哇 真的有機會 也很希望能夠上去看看喔 好 我們現在開車過來了 大概開了三四十分鐘左右吧 然後我們途中有經過一個叫Hausstambos 就是豪士登堡的一個地方 豪士登堡大概長得就是像這個樣子 對 市裡面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那種整理過的那種像是花園啊 建築物很漂亮的地方 應該滿適合拍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真偽無線塔 這周圍有三根很高的那種水泥塔 機會難得就跑到這邊來了 然後我們自己去看看吧 這個地方雖然說 整體來說比較沒有那麼觀光的感覺 可是因為它這邊很多的建築物 都是這邊的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有時間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稍微走走散步 感受一下以前的那種 搭出來的那種建築物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差不多就要準備去吃 今天的第一餐 也就是中餐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然後去吃飯之前呢 我們先來買一下這邊 也就是佐世寶這邊才有的蛋糕 Kasutera 這邊還有他們這個地方 佐世寶自己生產的 那Kasutera也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只有這間店才買得到 它在這個Arketo的商店街裡面 然後另外我除了這部影片之外呢 我還會再出一片就是佐世寶的漢堡大比拼 因為佐世寶這邊有美軍駐紮的關係嘛 所以說其實他們這邊的漢堡店也非常的有名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那部影片囉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去吃 這邊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他們叫做Lemon Steak 比如說檸檬牛排 然後是跟我們一般在外面看到的牛排很不一樣 聽說很不一樣 這裡有多不一樣呢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OK 我們來吃吃看它這一個 佐世寶的檸檬牛排 我本來以為它檸檬是裝適用的 在有的時候可以 那檸檬的清香是吃得到的 而且 因為這是黑毛和牛 它們黑毛和牛都比較有 可是因為它有檸檬的關係呢 可以中和那個油膩的感覺 我覺得滿好吃的 剛剛店長教我的吃法 你這個牛肉在包它們的這個馬鈴薯 好吃耶 又有另外一種不同的風味 大家有機會來到佐世寶 可以來這邊試試看喔 哇 吃飽了 佐世寶的這種牛排 跟我一般所吃到的牛排很不一樣 它的肉就是那種一片一片的感覺 但是你可以吃到那個肉的那種 軟嫩的那種口感非常的不錯 然後再配上那個檸檬的香氣呢 我覺得來到佐世寶這邊呢 是值得一試的喔 OK 好 那我們今天又要回飯店去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接下來明天 再帶大家去看我這一次的 佐世寶之女的最後一天 我們又會去些什麼地方囉 大家午安 我現在來到這邊是九十九島的水族館 ウミキララ 然後我來到這邊呢 聽說裡面就除了可以看一些 比如說很漂亮的海洋生物之外 還有比如說海豚秀啊 另外裡面還可以體驗 哇 珍珠 OK 那我們現在就先進去吧 我現在就先進去吧 嗯 好 我們現在來體驗蛙珍珠 然後它真的很特別 就因為你不知道裡面的珍珠會是什麼顏色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珍珠占卜 粉紅色 藍色 或者白色 黃金色 或者是銀色 都會有各自不同的意義喔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我們等一下挖出來的珍珠是什麼顏色吧 各位 這個就是我挖到的珍珠 它形狀很漂亮喔 是圓的 它說它是不是偏白色偏粉紅 基本用心結 它叫我要相信自己 哇 簡單帶大家繞了一下水族館 不過裡面有一些地方我是沒有去拍到的了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這邊走走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準備去做觀光船 那我們接下來去做游覽船 然後我們就差不多要結束 這一次的走勢堡之旅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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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船了… 配著雪景 他說這艘船的設計的那個… 發想是那個海盜的帽子 雖然說我們現在坐在船上可能看不太出來 今天因為下雪所以看沒有辦法看得很遠喔 不過如果是天天好 我覺得應該可以看到這邊非常多漂亮的群島 應該很不錯喔 這邊有黑色的球的地方呢 那些就是養殖珍珠的地方喔 而且這邊九十九島呢 九十九島呢 雖然它名稱叫九十九 不過其實這周圍有208座島嶼這麼多 因為九十九是代表很多的意思 結果這邊周圍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的島嶼喔 對 這裡有很多小的島嶼 對 這裡有很多小的島嶼 OK 我們現在坐完它這個觀光船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因為肚子好像有點餓了 大家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什麼嗎 我今天要化身成漢堡男孩 我們等一下要去體驗自己做漢堡 OK 我們先來煎大安 這邊是有米奇造型的 廝峰 OK OK 漢堡完成 登 好 我們等一下趕快來吃吃看吧 肚子超餓的 吃漢堡一定要配可樂啊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正確的漢堡吃法 而且它們這邊漢堡都很大 要怎麼樣正確的吃呢 首先要先笑笑的攝影 先拍張照 然後就是你去把那漢堡壓扁 壓扁了之後呢 讓它這樣子它裡面的醬汁 才會整個滲透到漢堡裡面去 然後之後再吃就可以了 這個還是第一次聽到耶 就是以前不知道那種漢堡原來還要壓 好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先笑笑的拍完照之后呢 然後把它壓扁 壓10秒 10 9 好可憐 漢堡變成漢堡 不過它裡面的蛋黃也稍微有點破掉的感覺 好吃 不愧是自己做的 大家有機會來到走市堡呢 一定要吃吃看它們這邊的漢堡 而且真的每間店的風味都不一樣 超棒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來到左市堡的一個輕旅行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首先先撇開這邊的景點不說了 我覺得能夠碰到下雪 真的算是還滿幸運的 然後算說現在真的是非常人 我覺得左市堡這邊呢 真的不愧是那種漢堡之都 它這邊真的是 每一間店的漢堡都是它的特色 而且還有很多美食美景等等的 檸檬牛排等等 我覺得都是非常令人有記憶點的一些回憶啦 然後如果等之後疫情稍微平息之後的話呢 歡迎大家來左市堡這邊走走看看 那種港都的那種感覺真的真的非常的不錯 然後如果大家對於左市堡的這些地方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它的相關連結放在這邊 YouTube下方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的可以Check一下喔 另外還有這邊 這裡是我的Facebook IG跟我的阿倫粉絲大家族 LINE的官方帳號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那今天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跟著我唱片每次好過癮 好 Untertitel 好暴暖 所見霜貌給你 打包好信力 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到日本體驗文化好風景 跟著一段旋律創造迷惑的回憶 下一段女生等不及